今天過我們來講 小金城的難度是非常非常的高 非常的高 為什麼一直在水底下 除了灘頭之外 我們前面那裡比較多 前面比較多 我們去比較多的地方看 這裡比較少 前面那群比較多 這裡比較散 前面那個比較多 我們來看前面的 你小心點 對 牠在我們的旁邊 牠在這裡 好前 等一下再追 前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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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牠抖得到前面前面 牠的鞋子會在這邊走 這邊好漂亮 前面那裡比較多 前面 這裡比較少 我們看下面的 好 上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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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這個地方活動的精神 他們時而上來時而下潛 他們也會在我們的長邊 來 腳底下 不用看很遠 你要看他精神 真的不用看很遠 牠就在旁邊 放在旁邊 牠會站在旁邊 來 右手邊那個地方也上來了 然後呢 環環那個地方也上來了 兩邊都可以看得到 兩邊都可以看得到 那你要在左邊的 左邊也觀察到 你要在右邊的 這邊 這邊 好 好 這個就是我們的精神 我們的 飛旋海神 好 他們為什麼不好找 大家知道嗎 不好找最主要的原因是 都不跳 都不跳 好 那邊有跳 所以很難找 很難找 如果他們跳了 就容易找 好 這個就是我們海面上的這些 來這個地方玩玩的精神 好 這個精神呢叫 飛旋海神 體長 海邊長到兩米二 好 往下看就好了 呃 重量呢在七八十公斤 嘴巴偏偏的 好 剛剛海面上有看到一隻石料了對不對 有看到嗎 看到了 好 你看那裡了 好 因為呢 這個就是自然淘汰了 自然淘汰 這個 當然先到了 這個是很老便宜 他們也是不行 動物當然也是不行 好 現在呢 我們在海面上觀察這一群 他們呢都是群群的 有些小型的精神 它這邊有一群 小一點 他們在海面上呢 都是這樣 那這邊在 以前越大的 他們會越自然 越小呢 然後越小的 他們會越習慣 就越在意 那花蓮還是這群群 呃 是他們呢 非常喜歡來造訪的地方 所以這群群呢 這群群呢 他們很多很多 他們是需要的 那這些群群呢 呃 如果是活在海上 你可以看到 有時候呢 他們會非常的活潑 會很乾淨 呃 這個有時候呢 會跳的 來 瞭一下 有沒有看到 那有許呢 陽光照在他身上的地方呢 會非常非常的靜靜 陽光照在他身上 會非常的靜靜 哦 那在海面上觀察 他有沒有 陽面都可以看得到 對不對 你看那個有氧 那從這裡呢 你可以發覺到 他身體的顏色 背部的顏色 最深的 嗯 為什麼他背部的顏色 要那麼深 那顏色主要是要 我覺得 保護身 保護 保護 保護的顏色 那肚子是白色的呢 那是奇迪的顏色 哦 而顏色不一樣 它是很深的哦 好呢 它們是屬於齒筋類 打牙齒的 嗯 發生的